另外在今天要开庭的是马凯佑欧人案 今天要开的是准备庭 马凯佑有记还有受害司机的三名律师将会展开攻防战 那么昨天传出有内情 马凯佑和灵性司机为了和解经的问题瞧不拢 马凯佑委任律师徐灵珠说 不是我们不和解 是对方的一直不愿提和解金额 我们做了各种的努力了 但是呢还有一股力量 要加深我们跟外界被害者对立 事情没有那么的单纯 而受害司机的委任律师呢则表示 没有诊断说明书 无法把具体的金额给计算出来